大家好,我是贺佳佳 一名来自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毕业生 我博士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运筹学与供应链 今天来呢,主要是想寻求两个方向的工作 第一个方向是技术类相关 可以是数据分析师或者是互联网的产品经理 第二呢,可以是非技术相关 比如说项目经理这样的岗位 谢谢大家 博士大家都有一个刻板印象 尤其是女博士是非常可怕的 不懂人情,不懂生活 所以一开场的时候大家就讲 女博士,你为什么来这个舞台去应聘 你跟普通的博士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非典型女博士 对,什么叫非典型女博士 不知道大家印象中女博士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 就有点那个 呆,傻 不要说的那 直接嘛 但是我周围的女博士同学 我的室友,还有我的邻居 我们都是女博士 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像大家想那种 我们整天研究学术 我们也玩 我们一起开派对 一起做饭 我们聊男人吗 聊啊 你要是找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的学历最低不能低过于 小学 真男 不设限 我的要求就是跟我聊得来 聊得投机 这个其实已经 pass掉99%的人了 什么意思 跟我能聊得来的 他肯定不是小学毕业的 如果是真是小学毕业 还能跟我聊得来 那也行啊 那也未必啊 你喜欢聊什么吧 我跟朋友聊商业比较多 聊吃的可以吗 聊做饭可以吗 可以啊 你都做什么饭 我 我觉得我的水平 直接在国外开冲餐馆 是没有问题的 整答 拿手菜是什么 我什么菜都能做 我告诉你 在这舞台上 不要把自己吹得太那个 要不然死得很快 是吗 但是做饭这个我真不是吹 你最拿手的菜 烤龙虾 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呢 是一道经典的菜 怎么做 你告诉大家 首先的话 我们可以要买肉回来吗 肉在半动的情况下 给它切成丝 这是准备肉 然后呢 把肉放在清水里面 清洗一下 沥干水分以后 放到小盆子里面 打入一个鸡蛋清 朝一个方向 搅拌 然后再放两勺淀粉 然后再搅拌 然后让它吸收这个淀粉 最后放一勺明油进去 让它划散 防止它下锅粘连 这个是肉丝的部分 然后是这个配菜的部分 配菜的话 可以放木耳 笋 蒜 和那个剁椒酱 把所有的这个配菜 放到一个小碗里面 我们再来准备这个鱼醋汁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好了 它应该是做过 应该是做过 而且确实是有条不紊 博士就是博士 做菜都描述得这么清晰 那我就没有讲好 就平铺持续把事情讲完 但是不讲重点 没有逻辑 没有框架体系 你知道吗 你不讲结构 只讲这个树叶 就我就感觉听起来 就你没有重点 我觉得人家说的挺好的 不会 他根本就不讲鱼香肉丝 怎么能把它做好 这个关键几点是什么 杨柔 你说他这个说鱼香肉丝 没有重点 那你来过我们表演一个 有重点的鱼香肉丝 的做法 杨柔乱进锅里就有 其实我不怎么会做鱼香肉丝 但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做的 这样吧 不要你说太复杂的 你就说做狮子头怎么做 狮子头 狮子头简单吗 那我还是说鱼香肉丝吧 来啊来啊杨柔来啊 荣儿的这个表现 确实让我挺诧异的 因为我会觉得是说 过往啊 她其实是个很理性的 但是在面对这个 非典型的女博士的时候 我觉得荣儿确实失去了 她本来应有的一个理性 以当时家家这个表现来讲 我认为还是不错 确实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之鲜 鱼香肉丝作为大家平常 很常见的家常菜 所以它的这个做法呢 就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学 但是要掌握几个关键点呢 是非常不容易的 首先呢要在第二环节 是要怎么让这个肉 保持这个口感很鲜嫩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颜色上怎么能够保持 一个很好的可视性 所以呢那首先我们回到 第一个环节 就怎么样去把这个食材 给她做一个就是相应的准备 先从切肉丝开始 你可以坐下了 杨荣啊 你还是比较适合去做麻辣烫 对杨荣 一个没有考上博士的人 不要去回忆一个博士的人 好吗 她的整个的 讲述鱼香肉丝的时候 我是有画面感的 你一讲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错位感 在第一个环节 我觉得贺嘉嘉充分展现了 她不光是在专业方面 是个女博士 运从学的女博士 同时呢 她在生活上面还可以 有拿手的绝望会做饭 这个在我们的传统的思维里面 就是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 这个是一个加分的一个表现 我为什么今天她一上来 我就要问这个女博士 到底有多么食人间烟火 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 你看啊 这上面这么写 她是硕士专业第一的成绩 顺利毕业 她博士期间获得 全额奖学金60万 擅长博弈论 数学建模 设计算法 是运筹学的一把好手 这个描述还客观吗 一把好手 这个就不太客观了 因为我觉得 在运筹学里面 这个郭德纲老师说的 只能是小学生 你还听相声 的确是小学生 因为像运筹学 它非常庞大的一个学科 我只是在其中 可能我涉及到的 都是很小的一个分支 其他的话 那都要现学的 那不能说一把好手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你应聘的是什么职位 主要是数据分析师 或者是互联网的产品经理 跟数学相关 数学建模相关 这个也算是我的专长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是技术类相关的 就是咱们刚刚讲的产品经理 数据分析师 最低是22K每月 如果是非技术类的管理杠的话 是18K每月 问一下妈妈一句话 你好 头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贺嘉嘉的妈妈 你几个孩子 我一个孩子 最优秀的孩子 顶十个孩子 不敢当 没有 我有一点挺纳闷的 她还需要到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吗 因为非女莫属舞台 都是我是您的粉丝 然后我和嘉嘉就是 她像她走那么多国家 我也经常出去 她也带着我一起走 所以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就是非女莫属这个舞台 我们就一直是 我们是忠实的观众 那您心里应该有数了吧 就是今天来 是瞄准哪几家企业去 觉得应该比较倾向于 五八同城吧 五八同城 是这样的 贺嘉嘉在我的眼里 她是一个有言有趣 有种有料的一个高知情选手 无论是她的学历 比如说利物浦大学 而且她是学运筹学的 说实话 这是一个排名 在前两百以内的世界级名校 毕业的女博士 她本身思维很敏捷 综合素质很好 是我们所有的企业家眼中 这个优秀员工的典范 但这样的人呢 我会建议是说 我们的老板们一定要想好 因为我们选一个人才 招到企业当中来 招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那么整个我们对一个人的 这种培养 其实选用欲留 它其实是一个连贯的闭环 如果我们不能给到这个选手 未来很好的一个职业发展规划 和方向的话 他就会遇到困境了 听声音乐有什么才语展示 因为我的专业是那个 就是供应链嘛 所以我想给大家 就是发表一段 一个小型的这个讲话 关于供应链和环保主题的 好 来 掌声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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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第一次我在讨论是… 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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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熟悉的研究 我希望說實際上轢的螢幕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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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行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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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完全全屬於解釋 有個研究一下,你會安裝做雲的苦頭 但兩三天 但是它是很容易被人拒絕。 例如,我們拿到瘋子瘋子。 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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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上,加上,英國首次加強的孔子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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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为一样没有人在美国会把污ует的污染 所以我们可以做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的城市有进行有进行贡量的设断 请多证高调查你的贡量 如果你有没有用的东西的食材 你可能会推卖到商业的监制 那些东西可能会贡量给你 和账产给大家 谢谢 刚才杨荣听着剧情会声 来 杨荣给我们翻译一下 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谁听懂了 我大概听明白 你说一下大概 他主要讲的是整个物流领域 一直到个人消费者的 整个流程里 如何做环保的一些缓解 比方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德国 他的饮料是可以瓶子回收的 通过瓶子回收 他会给一定的优惠券 再回来 可以作为一定的抵扣 佳佳 我再问你 通过你的演讲 在你的研究领域 你怎么看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的应用 我觉得任何地区 都有一个自己的特殊性的存在 像中国社会的话 跟德国社会可能就有所不同 每一个城市 有每一个城市的特性 比如说现在上海 就实行了这个垃圾分类 因为逆向物流 其实也是供应链中的一环 但它经常容易被别人所忽略 它是由这个消费者 再留回这个商业圈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话说实话 我自己的研究在这方面不多 佳佳 我顺着段总的这个问题 再往下问一下 因为如果你想拿一份 你现在提的这样一个薪酬的目标的话 其实要跟你的专业比较匹配 而我们面试博士的时候 一般还是有希望他展示一下说 你的博士课题具体做的是什么 尽量用普通一点的语言来表达 因为你的行业很专 好 我做的是港口研究 港口竞争 然后博弈论 这个市场有两个寡头的存在 双寡头市场 然后在这个双寡头市场里面 这个港口如何的定价 它就涉及一些博弈的问题 它可能考虑了消费者的一些习惯 考虑了一些环保的问题 排放的问题 考虑了一些路上的拥堵问题 然后在这个环境中 我去算一个定价 这个时候我现在在做 那我觉得基本够了 因为你的这一部 这种类型的博弈论 其实在很多商业环境下是有用的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四盏党 好 来几盏儿 运动拜请翻牌 一万六加四千 十三星 这个吴泽底薪是一万六 然后四千是每月的绩效 职位的话就是数据分析师 加加 58到家给你提供岗位是数据分析师 月薪是两万家 工作地点在北京的北五环这边 葛东东 法国孟权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数据分析师间物流共链部的经理 工作地点呢在北京 薪资是两万的吴泽底薪 大家我这边提供给你的 是我管理的一家 做互联网大数据的一家公司 叫期盼数据 那给你的岗位是分析师的岗位 我给你的薪酬呢 可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 是因为这个数据分析的领域 跟你目前所专业 还不太完全匹配 但是我觉得你完全能胜任 想问一下您这个数据 主要是哪方面的 主要是现在移动互联网上 各种APP 全球的APP的数据的分析 考虑一下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请 不好意思 谢谢您 您很美 非常喜欢您 不好意思 非常喜欢您 有请段冬 严重版 弹潜不上感情 薪水上还要弹吗 不需要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要问吗 也不需要问了 需要那两位给你意见吗 不需要 我就欣赏他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好 但当你说不需要他们给意见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点尴尬的 对 但是这种尴尬 我觉得给你加分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是没有 五八通城 铁甲网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五八通城 去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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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